应该有99次 而且我从那个3点多不少 2点几一直装 装到现在已经4.2了 然后每一个学期他就给你改版 每个学期就一直改版 所以每次环境又不一样的话 已经习惯了 不然的话 每次都在改版 那这边会跳出什么呢 NJSDK位置 他问你要不要一直按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 我在这边视窗喜好设定 Enjoy 然后这边把它叉叉 他问你的NJSDK在哪里 在低叠底下 同样目录里面会有个Eclipse 就是这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呢 我就直接指向他 也就是说你将来搬回去之后 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NJSDK 套用一下 那理论上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 按确定 所以呢 我必须要再做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 里面呢 有Enjoy的SDK的空壳 但是没有任何的版本 所以如果将来呢 我们要做练习的话 我们要做练习 一定要再去下载一个 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 那所以我建议各位 不过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非常的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是最新的4.1的书 可是我最近在试的时候发现 用4.1的或者试的版本 在开发跟Eclipse有相容性的问题 有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呢 当然我们在试的时候其实还蛮矛盾的 所以我暂时建议我们后面练习 暂时你可以把试当成是你平常在玩 那你在想要练习比较没有问题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你可以先下载这个2.33的版本 那2.33有这么多 对不对 建议你不要全部down 为什么 很浪费时间 光download你就download到疯掉了 可能下课以前你是没办法download完的 所以呢 请你下载这个就好了 SDK Petophone 其他呢 就不要了 暂时不要 这个2.3的这个就好了 那其他要 其他会 根本用不到啊 为什么 因为这什么 这Intel的 这我们没有一只手机是Intel的 现在好像没有CPU是这个的 那个什么 双萤幕的嘛 然后real 3D 这个也没有啊 所以装这个干嘛 用不到嘛 所以只要装这个就好了 那Google API可能会用到 不过目前前面的课程应该暂时用不到 需要的时候 再来安装 那他这边的话只有打够一个了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USB driver USB driver最好也是装 为什么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测试 不要用模拟器的话 也可以用你的手机 那你的手机插上去 他会自己去侦测 他的Driver 驱动程式 OK 那这边下载两个好了 Install Accept 那就把它装 把它装下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理论上 这样应该会蛮快的 才对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